嗨,你好,我是徐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部我最近正在看的中国电视剧。 我很喜欢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看电视剧, 尤其是晚上,我觉得晚上看电视剧非常有利于放松, 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休息, 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因为看电视剧而太晚睡觉。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部我正在看的中国的电视剧, 它的名字叫做我的阿勒泰,这里是电视剧的剧照,剧照。 我觉得这部电视剧非常有意思,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都讲了一些什么吧, 那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 首先,先说一下这部电视剧的背景, 这是从一本书改编而成的电视剧。 这部电视剧的背景在中国的新疆地区,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新疆地区?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旅游城市, 比如说北京,上海,杭州, 这些城市都是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, 有很多外国人都喜欢来这些城市旅游, 但是中国的新疆也是一个在中国很有名的旅游的地区, 它在中国的西部,西部, 在新疆有很多很壮观的自然景色, 什么是自然景色呢? 就是有很多山、河流或者是瀑布, 这些都叫做自然景色。 那在新疆还有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, 草原,草原。 新疆的省惠城市叫做乌鲁木齐, 所以这部电视剧就讲了一个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女孩, 去草原上过了一个夏天的故事。 在这部电视剧里, 生活在草原上的少数民族, 他们过着和在城市里不一样的生活。 举个例子来说, 他们出行依然会骑马啊, 骑马啊, 或者是骑骆驼, 骆驼。 这些都是在城市里看不到的交通工具, 所以我喜欢这部电视剧的一个原因, 是因为它和我的日常生活不太一样, 我觉得很好奇。 那除此之外呢, 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, 他们说的语言也和普通的汉语不一样, 如果你没有专门的学习过的话, 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。 这也是这部电视剧非常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, 因为他们的生活和语言都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。 那生活在草原上的人, 他们不住在楼房里, 也不住在普通的别墅里, 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会住在牧场的帐篷里,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。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饲养一些草原上的动物, 比如说有牛, 还有羊, 那还有一些马。 除此之外呢, 作为不同于汉族的少数民族, 他们的平常穿衣风格和衣服的样式也和汉族人不一样。 对于我来说, 看着他们的生活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家一样。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趣, 我喜欢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原因, 是因为它只有八级八级。 它非常短, 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这部电视剧看完了, 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, 我不喜欢看剧集很长的电视剧。 我觉得如果电视剧剧集太长的话, 我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电视剧, 这样子就会使我失去耐心。 那这是一部我最近正在看的, 我觉得很喜欢的电视剧, 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原因, 我也决定在七月份的时候去新疆旅游,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新疆,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程。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了, 如果你们还想听, 如果你们还想知道一些关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介绍, 就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